很多人看过我做的东西都会说跟我特别像 说高挑 第一眼看起来很寡的 但久了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细腻 我叫马雨豪 从小就很喜欢玩泥马 高中听说有个地方在锦德镇 可以专业玩泥马 所以大学就直接报考了锦德镇桃子大学 学习雕塑 现在经营着一家自己的陶仪工作室 我觉得泥马是有生命的 在做陶仪的过程中 虽然是我在塑造着泥马 但其实泥马也在塑造着我 制作一批作品 捏泥成器 要历经多大72老公序 一夜开摇 可能全部都坏掉了 刚开始自己特别不能接受 因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大的心血 但慢慢地我明白 陶仪也好 生活也好 失败和遗憾 其实都是成长中再正常不够的小事 现在闲暇的时间 我喜欢去山里 采一壶山泉水 摘一棚野花 就像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 品茶 插花 创聊艺术和人生 我也会找一些新鲜的挑战来调剂生活 戴好头盔 绑好护具 握紧车把 划身三天大标课 体验每一次之空的快感 征服每一段万道与下坡 田园万科 也能快一人生 你愿意跟我一起 自艺生活吗 你做的那些 逃逸的那些东西也是卖的吗 对 是卖的 我今天有幸送三位老师一份礼物 特别开心 你肯定给我们开心了 谢谢啊 我特别喜欢 谢谢 我就不说谢谢了啊 咱别这么见外啊 你这是应该的 我打开看一下啊 我打开看一下啊 看一眼 这里边歌什么比较好的 它其实是茶器 但是它的造型呢 源自咱们宋代的一个酒具 它是这个柴烧的 就是它烧之前 其实只是普通的灰白色 但是它在窑里面经了三天三夜 然后发生了无数的变化 才有了现在的样子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杯子 感觉非常的精美 今天我选的 我觉得是在磁器里面的两个极端 一个特别精致到极致的 还有一个是这种自然到极致的 我选的两个极端 我想问一下 这个要做一个这样的杯子 要花多少时间呢 七七四十九天 九九八十一难 差不多 其实严格来说要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左右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很难弄的 烧瓷器啊 这个我不太懂啊 有些摇变啊 你根本就无法想象 它一炉烧出来之后 能有多少是成型的 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 经常每次开摇以后 可能花了很长时间 去注意摇东西 然后一夜之间 你发现它们全都坏掉了 我觉得这很奇妙 就是人在碰到不确定性的时候 特别喜欢人格化这个对象 就是如果说天气 我不太确定 明天会是什么天气 我会想象出有雷神殿母 龙王下雨 当摇这些太多在人力 不能挤也的领地的时候 我们就幻化出 它有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 现在很多人在照相 玩单反数码的 但是依然有那么多人坚持 用胶卷 有时候装什么装 你看我一照拍出来 马上就能看照片 你那个还得洗出来 我告诉你 它不一样的 正是在你摁下快门之后 在胶片洗出来之前 你不知道是什么样 才有那种期待感 现在是咯啦咯啦咯啦 一拍一拍一拍 不行 删掉删掉删掉 全删掉 所以我就拿起这个杯子 那一刹那我就理解男嘉宾了 如果他送给女生 一个这样的杯子 女生就光说谢谢 真的很伤心